各位網友,這條片是講講香港的零售和飲食業的慘況 當然和我有關 美國之音香港風光不在,香港人怎樣講呢,在疫情期間那三年我們的生意還可以 故意要虧本,但政府有些補貼就不是虧很多 2023年開關,生意跌了兩成,亦都沒有政府補貼 虧損是嚴重的 因為開關,大家知道是這樣的 你沒有遊客來,但香港人亦都不可以去別處,就困了香港消費 香港人在境外消費的數是比遊客來香港消費的數大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不是很大的損失,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比較有影響的就是 聚集令,令人們晚上不出來吃飯,很早就沒了夜市 市民說去深圳,因為深圳便宜 而服務態度比香港好 因為深圳看書,因為深圳看書的氣氛很好 咖啡室又好,地方又寬闊 服務態度比香港好,我會講到這個問題 最近新加坡笑說香港是趕客之刀,因為人都在黑口後面 3月8日和9日,舉個例子 一個沒有特別延長假期的,一個週末 經過羅湖、洛馬州支線 和深圳灣口岸,離境的香港居民 三十九萬六千人,如果包括機場 其他途徑出口 還有搭船出口,除了陸地口岸 機場和搭道輪出口 周末離境的香港居民人數 就是61萬人 61萬人去了10% 香港的每消費的人口 但是因為出外的人 消費能力高一些 有些留在香港的人是不消費的 有些年紀大的人是不消費的 有些小朋友也不消費 大約是變成十幾二十個巴仙 而非香港居民入境只有25萬7千人 生了35萬人 現在這些入境的人 消費能力也不強 很多又不過夜 就是窮遊的 香港旅遊議會 公佈的最新數據 今年一月 只有380萬人次來香港 只是2019年的56% 過年前一向很多人 全盛時期香港一年6千多萬人來香港 當然了 九成是大陸人 6千多萬是很離譜的 結果最多人就是以前都是聖誕和農曆新年來買東西 買一些過年的東西 因為香港的東西比較可靠 因為香港的大陸人 結果只剩下56% 這個彭博的超市 YukoSelect 在過去一年 將零售網絡削減一半 這是令人非常震驚的事 因為這是香港第三大超市 你不要說其他納納納納納的 新鴻基一田也是在削減中 說他倒閉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事 一田沒有倒閉 不過就縮小了 YukoSelect YukoSelect是華潤集團的 疫情期間開到100間 這是僅次於白街和衛康而已 現在跌到57間 這是華潤 YukoSelect YukoSelect是華潤經營的 是香港第三大連鎖超市 最初叫華潤超市 後來不行 要做一個半中本英文的名字 才像香港 所以人們說我講話 為何要合英文 這樣才像香港 管理層關注到消費氣氛沒有明顯改善 中國提供更多選擇 令到市場競爭加劇 中國從來都比香港便宜 為何現在這麼嚴重呢 只有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交通方便了 你去大陸消費 你要講成本 高鐵已經很嚴重 我們花了幾百億去改善 連塘口岸和其他口岸 現在出入很方便 有些口岸24小時 交易成本大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疫情前 覺得大陸的水準 裝修等等 跟香港也有一段距離 現在深圳就升級了 很多店鋪都很漂亮 如果說店鋪漂亮 當然跟香港頂級的店鋪還是有些距離 但它基本上是跟香港這樣的程度 而它又接近了 因為地方大更舒服了 於是威脅到香港的生存 這兩大因素 而且有些東西在大陸有 香港沒有的 例如Costco Same Store 這些要極大極大的地方 這種靠membership的超市 香港沒有地方建 大陸有地方建 這些是便宜很多的 老實說 我們在台灣買最好的牛肉都是去Costco的 是特別便宜的 令到Yuco經營壓力增加 華潤其實已經拿到最便宜的貨 Yuco也想在中國引入新產品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些我們如何都受到電商的打擊 在疫情前 以前你TVmall沒有那麼好生意 TVmall也搶了生意 但是TVmall搶的很多都是 最難攜帶的東西 例如廁紙、可樂 你當然是跟香港TVmall買 其他很便宜的東西 你可以跟平多多買 大昌行集團 經慎重考慮關閉28間食品零售店簿 首先 我告訴大家 香港的凍肉入口 有幾間集團是壟斷的 其中是大昌 大昌是 做了100年 沒有100年 做了80年的糧油入口生意 他就由糧油入口生意 一早就經營凍肉 是全香港最大的凍肉批發商 很多人都是跟大昌行拿的 他入了那些元件 他就有 採購 分銷 食品加工 將他切了 包裝了 來批發出去 或者交給食池 這個就是大昌做了 戰後做到現在 做了78年的事情 後來他自己有做這些事情 就開始開門市 其實就是這樣 開這些門市 門市開了多久呢 大昌食品市場 開了38年 38年 1985年 我記得他 去灣仔 有大昌 有大昌 他的凍肉一向都抵抗 受到不確定因素 營運 他將零售完全停了 大家知道 大昌行初開的時候 是Panallel到恆生 即是糧球居 他們 後來去到90年的時候 就開始賣出來 兩個人去撇 一個是林秀良 加上李兆基 後來是李嘉誠去買了 將他給了中信 送給太子 這家店 大昌食品 1979年成立 這是零售部 批發是4、5年已經成立 85年 開了急凍食品 連鎖 一開始叫大昌貿易行 他也是代理了Nissan 整車大昌很厲害 他建築材料也是我們的對手 大昌食品 肉類海鮮特價市場 1992年 這個名字太長了 他本來打大昌貿易行 結果1992年 變成大昌食品市場 大昌食品市場 2014年 最高峰90間分店 2018年 已經跌到47間 現在全線結束了 這是大昌的故事 大昌 這是香港的天王 如果說肉類入口批發 2023年 全香港超市 消貨量跌5.7% 至511億 比起2020年的584億 跌了12.5% 超市跌了12.5% 就是 今年一月 超市再跌9.3% 撇除了百貨公司 超市部門的零售產量 即SOGO那些也有超市 分部銷售更加跌14.3% 好了 牛當店家騰屋 四間全舍結業 這些是食品 我猜不到 金記 金記倒閉 這個真的令我很震撼 搬去中國是沒用的 你也不夠別人做 大家為什麼令我很震撼呢 這個金記就是 金記是容記拆出來的 容記的大兒子是太子 我們認識他的 金牙丙 跟弟弟爭身家 其實金牙丙 我們早就去容記也是他招呼的 金牙丙 我不知道 五十幾歲生日 就在那裡吃金融 射雕英雄傳的菜單 在容記 欠身家 欠身家打官司 結果大兒子 因為他為什麼呢 本來兩個兒子一樣有這麼多身家 誰知道 母親傾向小兒子 母親有幾%股份 大兒子分了身家出來 開金記 為什麼令我這麼震撼呢 好生意到不得了 以前是 排長龍的 我故意叫人去買一隻燒鵝回來給我吃 金記是 你怎麼猜到金記會倒閉呢 燒鵝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件事 真是全世界的燒鵝都不夠香港的燒鵝好吃的 做不回來的 但是金記是用電爐燒的 融機是用碳爐燒的 後來就不可以再煮碳爐 估計有三千多間零售業關閉 我們那個系列 我們在2022年 全盛時期有14間 現在剩下5間 已經撿了9間 這是一個重箱 現在的5間 我在整頓所有的服務 和食品質素 然後在適當時間 我請大家來光顧一下 看可不可以再做下去 現在剩下5間紅米和時代 撿了9間 大家要知道 這個人超是另外一個傷心故事 做了12年 陳偉業戴獻我 你知道我一做了生意 我不是很容易放棄 有虧多有虧少 只有兩年沒有虧本 我可以告訴你 其中一年是21年 21年沒有虧本 然後就是18年沒有虧本 兩年沒有虧本 其他時間都是長期虧本的 大家看到我這麼緊張 推薦那些食品 就不是因為我想賺錢 貪心 因為 想它可以繼續到經營內 從來累積是虧了3千多萬 不過不要緊 現在的燒貓貓 香港的燒貓貓 我多給一年機會 做到就做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 都沒辦法 第一 太平大為師 阻礙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是香港居民周末去深圳旅遊 我告訴大家 大家兩件事是無法鬥的 一個是深圳的地方是大很多 你舒服很多 第二 深圳有足夠的人手 香港請不到人 香港現在圍到100元一個小時 100元一個小時 請些partime 香港零售業回升到2018年的82%水平 但是入境遊客只有52% 入境遊客沒有辦法恢復 因為香港的attraction不夠 而且大陸人窮了 人民幣匯率又低了 來香港覺得特別貴 還有一點 是所有這些人都沒有說 其實 在過去幾年 大陸是降了很多稅 入口稅 於是他少了入口稅 跟香港的物價差距 就沒有這麼大 舉個例子 為什麼卓越和莎莎這麼好生意呢? 就因為化妝品稅 化妝品減了很多稅 他就不用來香港買 大家明白嗎? 這個湯卓軒說 零售業主 已經從由否定市場高峰倚勢 轉為接受市場 新常態 他是幾次打擊的 首先2014年 佔中之後 大陸已經開始減少了 到了2018年就恢復了一些 誰不知2019年 反送中 以為捱過了就可以了 誰不知3年疫情 大家希望我疫情過了 但是過了 我解釋給大家 為什麼香港的東西貴 你不僅是人工貴的 其實你每樣東西都貴 舉個例子 你叫人送一些東西來 一家餐廳有很多供應 因為送東西來 入口包裝 全部經過香港人工 於是他的價錢已經比大陸貴 如果人工貴 雖然大家的資料一樣 你是每一樣成本都貴 而香港地方很貴 你就不會有很多空位 他說在大陸等位就有椅坐 還可以有地方給你 有些零食 香港當然永遠做不到 我們的樓價 甲級寫字樓跌得很厲害 因為 我真的看看原來外國 現在很多人真的翻兩天 很多公司 就去那些共產空間做 工作空間 翻兩天 只是大家見面而已 對寫字樓的需求是大減的 對街鋪的需求 第一 香港的生意不好 第二 就是上網賣東西 也佔了很多 這個沒辦法 我們在逆境之中 可以生存到就生存到 生存不到就生存不到 各位網友 很高興 我又有一本書出版了 這就是很多網友鼓勵我講回憶錄 這是回憶錄的第一部份 出版之後我就開始講第二部份 這次就將它誠書 這個誠書 石火光宗的74年 所謂 蝸牛角上爭何時 石火光宗寄此生 即使世界首富 也敵不過宇宙的變化 時間的推移 希望我們能夠放下過去的恩怨計較 好好珍惜 與享受 每個能相見的日子 即是74年 轉信即過 這本書就是這樣 原價 就是新台幣 480元 8折 即是384元 我是講新台幣 如果你說說港幣 大約除四 大約除四 我們是寄出的 首先第一 大家要放心 這本書 是沒有政治上犯記的東西 所以不是違禁書 大家可以放心 賣的 我們直接由台灣寄去這些地方 寄回去台灣 484元 例如你在台中、台南、台北 你不想來拿 我寄給你 港澳新台幣564元 東南亞新台幣984元 日本新台幣1684元 英國1884元 澳洲1984元 美加1984元 歐洲2084元 當然 現在可以預訂 這是第一版 probably是最後一版 除非將來我真的講了整個回憶錄 可能出立定版 有我簽名的 我們在農曆新年前 就印好了 有限度的 就是根據預訂數目來印 一向我都覺得 我是不好意思的 寄去英國 1884元 1884圍到470元 太貴了 去美加1984 歐洲2084 這是很快的 但是有些人又想拿到這本書 又不想付這麼多運費 那怎麼辦呢? 今次我弄了一個平油價錢 平油價錢 寄去美加752元而已 但是當然 它是會遲45天的 你要等的 英國752元台幣而已 就是不用200元 大概時間40天 從寄出日開始計算 但是沒有追蹤功能的 有可能會寄失 但是你寄失不要緊 寄失我負責賠回一本寄給你的 只不過是時間遲些 這個包了 我是保證你一定收到那本書 大家上去 網上搜尋 蕭貓貓辦本 就可以預訂了 上次大中華膠 有些人在香港不敢訂的 這本大家可以放心 講這些回憶錄 最重要是坦誠 我是真的非常坦誠 赤裸裸地把內心告訴大家 多謝